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洛吉乡尼汝村 是一个半农半木的藏族村庄 多数人家男人们负责在村里照看土地,种植专家 女人们则在牧场放牧,冬夏转场 天色未亮,尼汝村东牧场崩格拉 45岁的藏族牧女,清零央宗起船 神起木屋的火坛,简单吃点酥油茶沾巴 走出温暖的木屋,走到牛羊马身旁 为他们准备饲料 里东前后,清零央宗和他的牛羊马 从夏季牧场新栅转产至冬季牧场崩格拉 夏牧场距离尼汝村徒步需要8个小时 生活物资全靠村庄补给 而村庄去往夏牧场的必经之路上 会经过一个压口 每到冬天,这条生命线都会被冰雪切断 夏牧场便成为无法出入的孤绝之地 人畜一旦碰上麻烦,很难得到救援 所以,夏牧场的牧民必须赶在冰雪封山前 与深处一起翻过压口 转场去往离村庄更近的东牧场 在冬牧场,骑林秧村要度过一个航冷,用冰雪封山前 在冬牧场,骑林秧村要度过一个航冷,用冰雪封山前 又漫长的冬天 待到来年春暖花开之时 又一次回到水草风貌的夏牧场,周而复始 骑林秧村自幼在牧场长大 跟着母亲学习做一名牧女 习惯了牧场的静谧和广阔 母亲卓马秧村本打算在牧场东下轮转终其一生 在她72岁时,在牧场不慎摔伤,到香格里拉城区治疗 治好后,她选择跟着四儿子在城里生活 如今,86岁的卓马秧村早已习惯城里的生活 每天坚持走路,去到红太阳广场散步 一趟下来,足有三公里 清零秧村有个女儿,名叫秧村错母 年少时在香格里拉城区读书 与各族同龄人一起学习文化知识 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会先英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尼汝村不少牧民开始放弃传统的游牧生活 从事其他行业 央宗错母在毕业后,选择留在香格里拉的城中工作生活 不过,央宗错母还是会在牧场醉满的时候 赶回母亲身边,帮着干点农活 不在牧场时,他会用手机转发母亲拍摄的牧场照片 把要售卖牛羊、酥油、药材的消息发布出去 尼汝村周围是连绵不断的原始森林 翠绿的草垫清澈的流泉 近年来,尼汝的美逐渐被外界发现 不断有背包客来访 村里部分藏族人家也开启客栈,担起导游 对于母亲欺凌央宗,希望她接受牧场的期盼 央宗错母有着自己的想法 如果是旅游发展好的话,如果能开个客栈,我想尽量开个客栈 或者是像别人一样的,在那个草皮上开个那种天幕一个搭着 然后就放烧烤的那种,我觉得也可以 雪伤似时矮矮,草木碎碎枯容,河水鼓鼓东流 在这看似亘古不变的生命韵律中 细微的变化却悄然发生 牧场的新牧女正在成长 央宗错母不断思索 如何过上有别于奶奶、妈妈的、新牧民的新生活